天氣失衡 災難恆生 城市在破壞中 一次次重新站起來 但這水泥叢林 真能永遠屹立不搖嗎 我剛才看到《紐約時報》 這早上說 當你住在那裡 有自然的災難 不要再建造 再移動 搬去哪 才安全 專家首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 杜魯斯 這裡緊鄰蘇壁略湖 湖水能調節溫度 因此氣溫相對涼爽 不容易爆發野火 而且杜魯斯地處內陸 受海平面上升影響最低 被譽為氣候避難所 當你看到湖上最高 它真的會給你心情 這是一個保障的政策 對外出的政策 如果你沒有能夠 新鮮的水 你真的不會有任何的 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讓杜魯斯的美名傳遍美國 不過也有居民擔心 杜魯斯可能成為 氣候難民的集中營 一個個帳篷是當地街有流動的家 杜魯斯和美國許多城市一樣 平價房屋嚴重不足 根據全球調適委員會最新報告 氣候危機已經無可避免 但全球避難準備相當不足 高溫 劇烈風暴和海平面上升 恐怕迫使更多人逃離家園 單一新聞主部先編譯 好 也是家具泡在水中 這是在馬來西亞